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简单的两句话开始了 并没有太多的开场故事以及人物介绍 我们身处于一个杂乱的房间当中 简单的把被子铺在地上做成的床 堆在墙角的一个又一个的塑料瓶 杂乱堆放着的漫画 堆得跟山一样高的纸箱 买来以后不怎么使用的餐具 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生活不能治你的废宅 唯一要说得上优点的话 恐怕就是主人公的爱好了 从小快音乐的他 一直要做一名词曲家 但是爱好并不能当饭吃 整个游戏的剧情就为了在主人公作曲 以及去冰箱里找吃的 度过浑浑噩噩的一天 当然能吃的东西并不多 只有一些炒面包泡面之类的年价食物 每次主人公吃完饭之后 都会说上一句再冷冷饱 同时靠着这些年价的食物填饱肚子 让他有一种空虚感 靠近门时会说上一句 今天不想出去 熟悉这一类游戏的玩家都应该知道 这种日常系的游戏 都讲究一个日渐崩坏的过程 到了第二天 做完曲之后 我第一反应就是去试试开门能不能出去 但是遗憾的是 依旧是一句今天不想出去 在吃了一碗快过期的辣豆拌饭之后 第二天结束 第三天做完曲之后 吃了一些白开水煮面 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在第四天当中 依旧是在家中过着枯燥的生活 正准备吃一些放在冰箱里放了很久的咖喱 这个时候一则电话打了过来 是母亲 大致的聊天内容是 母亲询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 是否有好好上学 但显然主人公每天在家里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 但是主人公对母亲说 在学校里面没什么问题 还交了一大堆朋友 但事实上主人公一靠近门就会说今天不想出去 母亲问起我们每天都吃什么的时候 主人公的回答显得有些暧昧 母亲开始怀疑 主人公便慌忙地转移了话题 最后说到生活费 主人公的回答是完全勾用 可是电话挂断之后 根本就没有生活费了 时间来到了第五天 一样是枯燥的宅在家里 但是今天的冰箱似乎有些不一样 我们可以选择吃什么呢 稍微贵一些的食物 究竟是什么呢 我的好奇心决定让我选择它 一坨黑色的不明无敌 烧焦了 发出了强烈的臭味 主人公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 这已经没有能吃的部位了 将食物扔掉之后 说了一句更加爱能寻味的话 对不起 永别 游戏的时间来到了第六天 已经没有吃的东西了 只能早点喝的来填饱肚子 真是暖和呢 第七天 做完曲子之后 正准备去冰箱里找食物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暗门宁的声音 是谁 来吃烤肉 我跟我爱今天买了一些烤肉 嗯 偶尔吃吃也行啊 好呀 等等 我收拾一下房间 一个人的话 是不会吃这种食物的 比平时吃的更烧烤 就这样喋喋不休了一个小时 奇怪的是 本该在吃完的时候 大家一块说话 男鹅对话光宁 只有主人公自己在说话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朋友们聚在一起吃东西 那么为什么只有主人公自己在说话呢 朋友们回去了 十年后 今天真是辛苦的一天呢 肚子有些饿了 来吃点什么吧 游戏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那么 小伙究竟吃的是什么呢 本期的恐怖游戏故事 就先讲到这里了 看完的观众记得来过三年 下期与您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